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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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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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靈大軍一來誰打得贏幽靈啊 他們已經死過了不會再死了 所以最後呢 散的這一方就贏了 剛才這個我放的比較長的 戰鬥的畫面裡面呢 我不知道你們的觀影心得是怎麼樣 覺得好刺激好好看 還是好累喔 怎麼一直在打打不完 比剛才吼倒的空鏡頭讓你更覺得冗長 所以究竟 電影特效的使用 那影像當然可以 加分 它可以表現很多文字沒有辦法模擬的 磅礡氣勢 可是在電影主題上面 有沒有透過這些哇你希望他贏 然後打得轟轟烈烈 然後音樂 人物武器 種種的視覺效果 讓你覺得說 其實戰爭是必要的 戰爭是正當的 戰爭是好的 而且唯有透過戰爭 他們才能打敗邪惡的勢力 因為這些將軍不是這樣告訴 那些兵士的嗎 為了什麼為了什麼 好所以在電影主題上面 有沒有可能掩蓋的主題 或扭曲的主題 如果原著是為了反戰 可是為了觀影的視覺效果 影片有可能變成主戰 這個你們可以自行評估 雖然有放進我們剛才說的 他們在探討關於死跟不死 那最後精靈呢 不得不到西方樂土去 那個西方樂土 其實我們如果是 有某種佛學思想的話 你就知道說那就是死亡 所以精靈最後還是要到那邊去了 好第二個可以思考的是說 特效的使用會不會讓觀眾 比較容易產生不認同感 因為知道影像是欺騙的 因為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所以觀眾會純粹欣賞 影像的說服力比較弱 其實他是為了要擬真 可是以我們當代的觀影的胃口來看 都知道那是假的 那因為假的你就不容易認同 所以在影片選擇要怎麼樣去說服觀眾的時候 特效就成為一個兩面刃 好這是第二個問題 其實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想要帶到特效的進化 你們還記得我們剛才提到特效在1933年 金剛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其實現在看起來覺得很笨拙 那彼得傑克森在72年後 他又重新再挑戰一次金剛 用他的威塔數位工作室 把金剛變成不一樣版本的特效 我們來對照一下 好1933年版本的好像也還滿生動的 還是你們覺得根本就笨拙 其實這之間有很多人都挑戰金剛 有好幾個版本 然後彼得傑克森其實也拍過很多不一樣 也是仰賴特效 比方說蘇西的世界 他要拍的是另外一個次元空間的故事 所以也是要特效 或者像龍騎士這一類奇幻式的也都要 可是他到了2005年呢 他再挑戰一次金剛 很明顯的進化了 所謂的進化是讓你更覺得真實 好所以就帶到我們的思考 彼得傑克森在2009年 他又監製了一部科幻電影叫《第九禁區》 也一樣用他的特效班底來打造視覺效果 《第九禁區》在講什麼 在講外星人的故事 外星人而且是想像的 應該說很不容易看還是說 其實他不是那麼討喜 全程觀看的那種視覺效果是覺得 很噁嗎還是說很特殊 所以這種類紀錄片的拍攝方式 他要讓觀眾甚或連特效都渾然不覺 就是要讓你不覺得他在用特效 就是要讓觀眾覺得這些外星人是真的 彷彿就是一個新聞記者拿著攝影機 到《第九禁區》去拍他們的生活 我沒有用特效他們是真的存在 所以當特效使用到最高的境界的時候 就是讓你不只有特效 是這樣嗎 那所以他的所謂特殊效果 並不是要壯大聲勢 或者要讓影片更刺激 這個特殊效果是為了要說服你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說 通常特效多的影片會讓觀眾沒有認同感 可是這個已經不是定律了 特效的使用可能也會讓觀眾有認同感 所以到了當代我們在看特效這件事情 已經特效成自然 對就像哈比人 其實看過魔界覺得會很震撼很 很嘆為觀止的那種心情 在看哈比人其實就減弱很多了 可是他們的敘事模式是很像的 他們使用的戰鬥的畫面是很像的 物種這些跟我們剛才談的都是幾乎是一樣的 還同一個導演同一個工作室 可是已經失去那樣的震撼力 你會覺得說那個故事本來就應該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特效已經成為自然了嗎 好 那今天在電影的動態語言上面 我們分成兩個非常截然不同的類型 或者導演 我們來談這個問題 在這邊我們做個思考 侯孝賢刻意不要去產生意義 他刻意不要去剪接 不要去用技巧 他用最簡約的方式在寫實 他拍自然 拍環境 可是像彼得捷克森這種商業片 他卻要仰賴大量的特效 而且他要刻意的給你意義 他的畫面是填滿的 他節奏是緊湊的 所以這樣的兩者的觀影的經驗裡面 你怎麼看待 你不一定要靠邊站 你可以做比較 好這也牽涉到說電影應該是用一種自然的方式 讓你進入某一個故事 還是電影 他在那麼短的時間 他應該就要有渲染的效果 還是只要作為電影 他就本身就是一種渲染 他是一種不得不的 好這還牽涉到 彼得捷克森他不僅獲得了這些獎項的肯定 他的票房也非常嚇人 侯孝賢 叫好又賣叫作的影片還是比較少 大部分是參展的影片 然後像我們剛才說的 在台灣新電影有很多導演用了長鏡頭以後 其實台灣新電影有很多 也不能算負面效果 就是造成一些影響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國片看不懂 那後來這90年代以後 當然有很多國片很暢銷 好像就扭轉了這樣的印象 所以在商業考量跟個人風格之間 要怎麼取捨 觀眾到底要的是什麼 你會選擇 你要上電影院你會選擇 我只要視覺快感就好了 還是我希望可以在電影院 把我的人生也放進來一併思考 我希望導演可以幫我指出更多 我可能沒有想到的情感或經驗 還是說不用 我只要進去娛樂兩個小時就好了 所以在所謂的寫實跟特效之間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會不會相對於侯孝賢的這樣的寫實 彼得傑克森的B記寫實的特效 反而寫不了實 那我們說長鏡頭可能是沉悶的 可是剛才豐富的特寫剪接的鏡頭 會不會讓你覺得也沉悶 所以到底觀影者要什麼 你們怎麼樣看電影美學 電影又是一個跟文字完全不同的 它的動態語言 它的獨特表達方式 代表現並不屬於 最新緣製的藝術 當天使每次都在家庭 伍性的反應 又都ruck做了 感谢观看